6000万年前,灵长类动物开始出现了 阿卡利欧斯基猴是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 接着,约130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到古猿阶段 那时候的古猿尾巴消失了,脑容量也逐渐增大 700万年前,黑猩猩与人类祖先分支 约370万年前,南方古猿出现 240万年前,男人出现,他们开始尝试使用工具 18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 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袁某人,蓝田人都属于直立人 那时候的直立人,大脑的体积增大,已经可以掌握有声语言 约20万年前,会使用钻木取火的智人出现 人类文明正式进入石器时代 接下来,大约4万年前,地球环境逐渐改善 现代智人出现,他们从非洲走向了世界各地 大约2万年前,人类文明进入新时期时代 人类不再四处狩猎,而是开始驯化动物 开始了种植粮食 随着社会的演化越来越复杂 以苏美尔的人类早期文明出现 接着,奴隶社会 我们熟知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 都形成于这个时期 封建时期,各国开始建立更完美的社会制度 拓宽疆土,直到1500年,人类首次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火车,蒸汽轮船开始推动科技文明的发展 到19世纪最后的30年和20世纪初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 人类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 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到来,开辟了信息时代 1969年,人类首次实现登月 开始离开地球,进入宇宙 2019年,人类再次迎来新的技术革新 华为5G正式登陆中国 从一个单细胞的诞生 到人类的出现 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 到开始使用工具 再到现在发展科技 人类相比起46亿年的生命 只存在了两三百万年的时间 但却用着在宇宙看来被忽略的一丁点时间 人类发展出了高级文明 成为地球当之无愧的主人 未来,地球还会进化出哪些新生命呢 或者在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中 全军覆没 这些,都无法逾辜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